邱章信因為升官 在華航裡頭 一審判有罪還升官 然後昨天他的姊姊邱立宇 在一個大法官有進入 那這部分我認真好看 邱章信因為 四英案被判刑了兩年八個月 因為四英案被判刑兩年八個月 結果試過境遷還升官 這叫一般人啊 早就離職了 所以證明民進黨派系分章 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今天媒體還報導邱章信 過去一兩年來 還有捐給特定人的政治獻金 被接受他政治獻金的人 或者政黨要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所以這個的話是不是在蘇貝失事之前 不是來卡問 這個就不清楚 因為我們不曉得 他到底透過哪個特定的關係 在進行相關的商權 我們就不相關的預測 謝謝 這是不是把人民當兒戲來看 你是哪一台 你是哪一台 你是哪一台啊 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啊 因為這個是 什麼叫人民當兒戲啊 我覺得你好低喔 好低喔 好低喔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問一下 你的弟弟要孔早 真的被安慰 對 然後 背負好像有點其他理解 就這樣會不會 看 我跟我弟弟的關係 血緣關係就是一家人 那 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沒有對外說明 他在兩千年的時候 就自己考試進了華航 所以他在華航任職的時間 比我擔任立委的時間 還要更久 他是老華航人 他熱愛他的工作 他對於他在工作上的事情 他完全是盡心盡力 這點我給予充分的尊重 跟支持 那公司的事情 我也從來不過問 我只給我弟弟最大的支持 然後 我知道他會在他的工作上面 努力認真奮鬥 謝謝大家 為何他們說 這是不是把人命當兒戲來看 你是哪一台啊 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啊 因為那個是 什麼叫人命當兒戲啊 我覺得你好低喔 謝謝 他對於人體 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濟都沒有問題喔 很好奇到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 好幾保佑 是誰 谢谢大家